同作門徒 耶穌門訓 二十四課 第八課 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馬可福音八章 二十七至三十三節 學習者 十二時徒 破冰故事 喜劇名聲 Jim Carrey 主演過一部十分精彩的電影 The Truman Show 這部電影從內幕的角度預測真人實景Show 的來臨 而且大受歡迎 可惜就被批評節目內容有點過分 故事論及巨星 Truman 的一世 從小到大 他被人拍攝了三十年 而且不經剪輯 二十四小時全天後 在相機、贊助商以及全球的電視觀眾面前播放 Truman Show 創下最高的收視紀錄 以及最多的廣告收入 觀眾大感刺激 而只有 Truman 本人猛然不知 竟然不曉得自己人生其實是一個騙局、節目和笑話 有一天 Truman 的汽車收音機 無意中和工作室的收音和播音系統頻率交纏在一起 他就聽到電台工作人員在彼此聯絡 傳遞自己的車的動向 然後他開始懷疑自己的妻子 每天的作息表以及小時候 父親的歷水而死 其實都是為了防止自己逃離作為拍攝場地的小島 Truman 決定離開這個舞台、場景和攝影室 他將一個假人放在自己的床上 晚上走出房間 逃避攝影機坐上小船 想駕駛過人造的海洋 由於小時候 Truman 在電視看見父親匿死的假象 從此他就畏懼海水 但今晚他克服了害怕 勇敢面對人造的暴風、打雷、閃電 最後到達了海的盡頭 並且很奇怪地撞上了一棟牆 無意中到達了工作室的出口 他正在預備開門的時候 節目創辦人兼製片人 從廣播戲中發出溫柔的聲音 騙他留下 他說 聽我說Truman 外面的世界和我為你建造的世界沒有大分別 同樣有謊言、欺騙 但在我為你造的世界裡 你不用怕 我比你更加了解你自己 而Truman 就非常生氣 他反抗又勝利地大叫 但你沒有有效地放一架攝影機在我頭腦裡 每個人都希望耶穌扮演他自己所不是的角色 耶穌和門徒往該撒利亞肥利比的村莊中去 途中耶穌問門徒他是誰 並且糾正了他們的錯誤觀念 比起其他人 比特更加即興、有動見、敢於發言 並且很快地回答耶穌的問題 但比特的答案充滿了誤解 雖然耶穌祝父目擊過他行奇蹟的人 包括馬太福音8章4節 馬可福音1章44節 路加福音5章14節所提到的獎大麻風的人 馬太福音9章30節提到的核子 馬可福音5章43節 路加福音8章56節提到 熬老的家庭 馬可福音7章36節提到 以農、舌傑的人 叫他們不要將曾經看見的東西 告訴任何人聽 在馬太福音17章9節 馬可福音9章9節 耶穌曾經兩道禁止門徒 不要將他們所聽到的東西 告訴任何人 而這一次是其中一次 為什麼基督的稱號 得到猶太人這麼大的注意呢? 為什麼又成為反對耶穌的理由呢? 為什麼令彼得有如此反應呢? 為什麼耶穌讚揚彼得的認訊 然後又譴責他呢? 為什麼事情這麼快就觸怒彼得 叫他猛烈地批評耶穌 指責耶穌呢? 第一 基督的苦難須以預定 卻不是被迫 Christ's suffering is foretold not forced 耶穌和門徒出去 往該薩利亞肥利比村莊去 在路上問門徒說 人說我是誰 他們說 有人說是屍世的約翰 有人說是伊利亞 又有人說是仙之類的一位 又問他們說 你門說我是誰 彼得回答說 你是基督 耶穌就禁戒他們 不要告訴人 馬可福音8章27至30節 《花生漫畫》裡的Lucy 站在Charlie Brown 和她哥哥Linus中間 兩手放在大腿的兩側說 我想我這個人可能真的太友善 她越來越生氣 在空中揮動拳頭 嘴張到大大地繼續說 沒有人可以欺負我 絕對不可以 如果有人欺負我 那個人一定是我自己 Lucy背向他們離開 繼續說未說完的話 現在這個年代 只有一種方法才能生存 就是在遭到人欺壓前 才制服他們 淡定的Linus 等到Lucy離開後 就對Charlie Brown 說到 擁有可以在你需要的時候 支持你的哲學 一定是一件很好的事 耶穌基督宣講 並且描述自己 是受苦的尼賽亞 但是這樣一個 需要受苦、流血 和受死的救主的消息 並不被世界 或最親近的門徒所接納 他們沒有準備好 要接納受迫害 和被釘死的尼賽亞 對於猶太人來說 基督或尼賽亞 是大衛王的後裔 是征服列國的軍王 以及全國的拯救者 他應該是強而有力 非常優秀的政治人物 當耶穌受審 被釘在十字架上的時候 眾人以兩個名稱 來陳述對祂的期望和理解 第一個是以色列的王基督 記載在馬歐福音15章31-32節 勞加福音23章2節 第二個是神所簡算的 記載在《路加福音》23章35節 正如《列王基》下24章記載 自從大衛的王國被滅 最後一位軍王在公元前586年 被老到巴比倫之後 猶太人就沒有軍王或是國家 但是70年之後 他們在以色拉和尼希米的帶領下回國 民眾就漸漸對尼塞亞的回來有熱切和極大期望 即使在基督降臨時 巴勒斯坦的猶太人都沒有自己的軍王、軍隊或獨立自主 那時的民眾崇尚的信念 是大衛的後裔中 神所挑選的那一位 必定如王一樣 來拯救以色列國 解放耶路撒冷 並驅逐以色列的敵人 耶穌基督從頭到尾都拒絕兩個關於尼塞亞的觀念 第一是祂會為自己講話 第二是祂會拯救自己 耶穌基督在受審時 控告祂的祭司長和全工會兩次挑戰祂 恥笑祂 他們說 我指著永生神叫祢起誓告訴我們 祢是神的兒子基督不是 又說 基督啊祢是先知 告訴我們打祢的屎碎 這兩段話記載在馬太福音二十六章六十三節和六十八節 但是耶穌卻密言不語 沒有回話也沒有解釋 也拒絕回應祭司長和民事的戲弄和機嘲 他們說 祂救了別人不能救自己 以色列的王基督現在可以從十字架上下來 叫我們看見就信了 這段話記載在馬太福音十五章三十一至三十二節 而在《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三十五節 官府也痴笑祂說 祂救了別人 祂若是基督神所揀選的 可以救自己吧 但是耶穌基督仍然拒絕保護自己 耶穌向門徒的自我表明和群眾對基督的期望 是相差很遠的兩個版本 耶穌唯一講述基督來臨的目的 是被賣受死前在赫西馬尼的禱告 記載在《約翰福音》十七章三節 認識你獨一的真神 並且認識你所猜離的耶穌基督 這就是永生 基督來到世上的使命是似人永生 不是管理正事或者滿足其他人的期望 第二 基督的苦難雖可致死,卻非終局 Christ's suffering is fatal, but not final 從此,他教訓他們說 人子必須受許多的苦 被長老祭司長和民事棄絕 並且被殺,過三天復活 《馬可福音》八章三十一節 世界宗教對於受苦有三個不同的看法 東方宗教,例如印度教和由此發展出來的佛教 是以受苦為主題而創立的 年輕的王子釋迦牟尼從小就沒有離開過家園 到成年的時候才有機會出門 看到印度周圍的貧窮、飢餓和死亡 而感覺到無盡的傷心、受苦和不安 他在樹下思考人生受苦的問題和解脫的方法 相信人受苦是由於自己的私慾 而唯一解除痛苦的方式就是禁慾 甚至要遠離家人、朋友、棄絕人類的感情 基本上,如果你不關心任何人或愛任何事物 就不會受苦 就不會像星球大戰裡的黑武士Darth Vader 或者叫Anakin Skywalker一樣和黑暗連結 釋迦牟尼亦相信階級制度和人的幸福是命中注定 由於作者在回教國家長大 用了一些時間才分析出回教和基督教之間對受苦的不同見解 握要來說,回教認為一切無論是自然災害或家人的離世 都直接出於神的旨意 所以回教徒被動或溫信地接受苦難是出於神的旨意 但是,這套思想亦是個圈套 回教徒感覺不到悲傷 只能為一切所發生的好事或壞事而讚美真主阿拉 假如佛教官是宿命論,那麼伊斯蘭教官就是被動 然而,基督教的教導從來不是要拒絕人或物 反而是需要愛神和愛人 另外,我們所受的教導並不是把所有的苦難被動地看為神的旨意 神允許苦難,但並非製造苦難或苦難的起因 基督教的傳記是,基督在十字架上勝過苦難和死亡 使我們可以藉著神的力量,戰勝各種的不公平、受苦和煩惱 正如《彼得前書》四章十九節記載 所以,那照神指以受苦的人要一心為善 將自己靈魂教育那順實的造化之主 耶穌基督並非那些追求完美結局或無苦人生的人所尋找的答案 彼得不接受尼賽亞的拯救方法 要尋求更直接的捷徑、更簡化的道理、更順利的路線 他不喜歡耶穌所提出要經過長遠而痛苦的過程才能成全神的榮耀 有血淋淋的受苦,被人折磨、拒絕、處死,然後過三天復活 這樣的基督並不是彼得可以理解和尊重的 耶穌沒有將受苦的程度和要付上的代價和門徒隱藏 他第一次一口氣地說完要受苦、被棄絕,並且被殺的時候 門徒完全不明白耶穌被殺的語言 但是正如《馬可福音8章31節》所說 這些事的應驗卻成為了耶穌在第三天復活的保證 對於彼得來說,耶穌的死是不可思議 他反對這件事,所以看不見復活的榮耀 耶穌首次應許會復活的話,根本沒有被彼得聽入耳 彼得一聽到耶穌透露尼賽亞要受苦,就感覺到失望,一點都不開心 這裏受苦和被棄絕兩個詞是第一次出現福音書 意思並不是普通的受苦,而是如馬可福音8章31節所說 是受許多的苦 記載相同事件的《馬太福音16章21節》和《路加福音9章22節》 都同意耶穌會受許多的苦 之後更加具體地描寫耶穌所經歷的痛苦 正如馬可福音10章34節所說 馬可福音9章12節也說到 耶穌曾經透露被拒絕的遭遇只會日益嚴重 他要受許多的苦,被人輕慢 輕慢的原文意思是被人看為沒有甚至是不存在 對於門徒來說,耶穌的死等於他們的政治生涯、掌權希望和統治野生的宗旨 但是耶穌從來沒有提過任何戰爭的計劃 征服世界或國家政權 祂的目的和使命總是拯救失喪的靈魂 改變人的心思、意念和藉著祂的復活除去人的罪惡 摧毀死的權兵才能達到 只有復活才能帶給人永恆的生命、不死的盼望、得勝的生活 但是彼得不理解,而且不接受耶穌的啟示 耶穌每次提到祂會受死,都提到死後會有復活 所得到的會勝過所受的痛苦 榮耀必會勝過所受的鞭打 相關的經文出現於馬太福音17章23節 馬可福音9章31-32節 10章32-34節 路加福音18章31-33節 你是無條件地跟隨耶穌基督呢? 還是方便或有空時才跟隨? 你是否在尋找人愛、慈善、溫柔的救主呢? 你的神會不會太小、太安全、太柔弱呢? 接受和相信耶穌會帶來麻煩 在當時,凡是承認耶穌是基督的 都會遭受排斥,被趕出回堂 這些就是約翰福音9章22節 提到那位核子承認耶穌之後會遭受的命運 第三,基督的苦難就要來臨,並非假大空 Christ's suffering is forthcoming, not fantasy 耶穌明明地說者說,彼得就拉他,勸他 耶穌轉過來看門徒,就紮備彼得說 撒旦,退我後邊去吧 因為你不體貼神的意思,只體貼人的意思 馬可福音8章32-33節 Cherokee 酬長坐在保護區的小屋裡,抽著煙斗 看著兩位來訪問自己有關白人進展的美國政府官員 其中一位官員問道,酬長,你長期觀察白人 看過他們打仗,用過他們的產品,看到他們所有的進展和問題 酬長點了下頭,說,沒錯 官員就繼續問,如你所見,最近的事件當中,白人犯了哪些錯呢? 酬長看著政府官員超過一分鐘,然後冷靜地回答 在白人發現這塊綠地的時候,這塊綠地是印地安人所經營 那時沒有稅收,沒有債務,有很多牛、綠、火雞和海妮 女人負責大部分的烹飪和種植工作 懂得醫術的人會幫助病人 印地安男人一直打獵和釣魚 我們不會欺騙丈夫或妻子,只會殺死騙子 跟著酬長微微一笑,安靜地補充 而白人就蠢得以為可以改進這樣的模式 小組領袖彼得不僅是第一個和唯一一個公開承認 耶穌是基督的門徒 而且是第一個和唯一一個指責過耶穌的門徒 耶穌已經禁戒門徒不要告訴任何人 也以同樣不客氣的方式,用同樣的希臘文 來襲鼻、風和海、魔鬼和疾病 相關的經文出現於馬太福音8章26節 馬可福音4章39節 路加福音8章24節 馬太福音17章18節 馬可福音1章25至26節 9章25節 路加福音4章35節41節 9章42節 還有路加福音4章39節 但儘管如此,彼得還沒有搞清楚 耶穌嚴禁或紮備彼得 彼得亦以同樣方式還以顏色 正如新易本聖經 馬可福音8章32節 彼得就紮怪他 馬可福音8章30節中的禁戒 和32節中的紮怪 在希臘文中其實是同一個詞 耶穌從來不喜歡指責他的門徒 這次是門徒第一次從耶穌得到如此激烈的反應 另外兩個感受過他憤怒的門徒 是雅各和約翰兩兄弟 因為他們厭護薩馬利亞村莊的居民 拒絕耶穌 就要求主允許天上降下火來燒了村民 這件事記載在路加福音9章54-55節 神的智慧和方法在世人眼中捍衛愚蠢、矛盾 又無吸人力 神在《以賽亞書》55章8-9節中聲明 也和話說,我的意念非同你們的意念 我的道路非同你們的道路 天怎樣高過地,照樣我的道路高過你們的道路 我的意念高過你們的意念 耶穌尼並不是要做自由鬥士 受歡迎的候選人或民選的官員 他不是來競選公職,也不會逃命 主的運動從來都不正常 沒有效率,不受人歡迎,甚至沒有很多人參加 沒有眾多參謀,沒有任命任何代表 卻有周長的計劃,神聖的批准,忠實的持受 他的王國是屬天、神聖、公義的 而不是屬世、腐敗、世間的王國 每個人都希望耶穌成為他所不是的人 希望他講,沒有意圖講的話 希望他承諾他沒有承諾的東西 耶穌指責彼得的時候,也轉向門徒 用受撒淡試探的時候所講的話 即是馬太福音四章十節講到的 撒淡退去吧,這樣來襲罵彼得 可算是對彼得最嚴厲的指責 退是這段經文中的唯一命令 這句話嚴厲而沾銳 卻不會令人感覺到奇怪或驚奇 耶穌明明地說,彼得也大力地反抗 馬歐福音八章三十二節中的《明明》 也可以像《約翰福音十一章五十四節》 翻譯成《顯然》 像《使徒行傳》四章二十九至三十節 翻譯成《放膽量》 像《哥林多侯書》三章十二節翻譯成《大膽》 像《以徒所書》三章十二節一樣 翻譯成《無句》 又或者像《希伯來書》十章十九節 翻譯成《坦言》 馬可福音八章三十二節 彼得的《勸》 英文是began to rebuke 和前一節經文中 耶穌的從此他教訓 began to teach 形成了一個對比、爭論和衝突 彼得愛世界、愛權力、愛財富 和愛榮譽的心 正是魔鬼陷阱和圈徒 《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三節補充到 你是伴我腳的 因為你不體貼神的意思 只體貼人的意思 伴腳 在希臘文是醜聞的意思 結语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 德國的神學家bornhover 因為反對希特勒和他的政策而殉道 他寫道 耶穌招呼一個人時 會吩咐哪人、跟隨和蛇命 在這條不歸的死刑路上 耶穌的遭遇和被定罪的犯人命運相同 你有沒有曾經自我妥協 放棄自己的價值、生活方式和見證呢? 你有沒有像羅馬書和加拉太書所說 以向罪死、與基督同死 向這個世界的基本原則而死呢? 你有沒有與基督同釘十字架呢? 基督有沒有活在你的裏面呢? 你有沒有像加拉太書五章二十四至二十五節所說 以將最新的邪情私欲釘在十字架上呢? 查經討論 第一 耶穌為何問門徒,其他人說他是誰呢? 參考經文馬可福音八章二十七節 第二 門徒指其他人說耶穌是誰呢? 參考經文馬可福音八章二十八節 第三 耶穌為何先問門徒其他人說他是誰呢? 然後才問門徒他們自己的看法呢? 參考經文馬可福音八章二十九節 第四 門徒對耶穌有什麼認識? 彼得的答案是什麼? 這個答案可不可以代表門徒對耶穌的認識呢? 參考經文馬可福音八章二十九節 第五 耶穌對彼得的答案有什麼回應? 為什麼? 參考經文馬可福音八章三十節 第六 耶穌如何讓門徒明白他作為基督必須經歷的過程? 參考經文馬可福音八章三十一節 第七 比特聽見耶穌所說的東西有什麼回應? 為什麼? 參考經文馬可福音八章三十二節 第八 耶穌最後的回應或者教導是什麼? 參考經文馬可福音八章三十三節 第九 為什麼耶穌要經歷這一切的苦難來成就救恩? 有沒有其他的方法呢? 應用分享 第一 身為主的門徒 你認為耶穌是誰? 你會如何向人介紹耶穌? 你經歷過的耶穌是怎樣的呢? 第二 身為主的門徒 你如何做到體貼神的意思 而不體貼人或自己的意願呢? 第三 我們如何分辨什麼是自己的意願 撒旦的意願和神的意願呢? 第四 每個組員分享一分鐘 講講耶穌是誰? 第五 試寫下你學習到哪些作門徒的功課或實踐 然後與組員分享 作者 葉福成 莫瑞英 天道書留 授權錄祭